哇,快看快看,真的起反应了 最近你们好多人爱的我的管道疏通剂真的那么好用吗 先看视频 买了,就长这个样子 我准备点东西,咱们直接开始测试 那么呢,我用这个玻璃管来模拟我们的下水道 下水道的软管,一拉罐底 下水管的盖子,一节胶皮管 我们用这些东西来测试一下这个管道疏通剂 对各种材质的管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里面咱们放点蔬菜,果皮,鸡骨头,肉片,葡萄皮 再来点大米饭啊,还有隔壁老王的头发 OK啊,现在已经堵的灯灯的了 咱们这个里面倒点这个活动剂啊 OK,这个里面也倒点 OK,倒点温水啊 这个里面也来点 哇,这水都不往下渗透了,堵得太死了 一会儿咱们再加一点啊 可以看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大概有两分钟左右 已经溶解的差不多了 咱们再稍微等待一会儿 好了,接下来咱们倒点水看看能不能把它冲过去啊 哇塞 哇塞 哇,可以看 它里面就剩了一点点骨头 我们在骨头这个地方再给它加一点这个东西 它这个溶解这个骨头时间会比其他东西稍微长一点 至于头发人们呢,都已经溶解的看不见了 好了,这个骨头已经差不多了 就这个骨头最往过 咱们给它冲过去 已经通了啊 那么它这个东西的效果呢 你们也看到了 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这回咱们再看看里面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了啊 咱们拿清水涮一下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下一个 这个软管啊 这个软管也没有问题 看看这个铝的啊 哇,这个铝的不行啊 这个铝的明显已经变颜色了 哇,这起码东西我都捞不到了 已经都没有了 哎,我那个胶皮管呢 我的妈呀 胶皮管不能给我弄霉了吧 哎,没有,这儿呢 这个管也没问题啊 那么做完了 这个东西的效果呢 我觉得OK啊 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平时用这个东西戴着点口罩 注意通风